库鲁峰怒发冲冠 竟然有人敢玷污自己倾尽全力完成的 连叹气时都怕漏看的 混合感叹和惊叹获得赞赏不断的美丽秀发 他无法容忍这样的行为 库鲁峰手中大刀胡乱挥动 他绝不会轻易饶了做出这样事情的宫青 宫青知道真正的战斗要来了 因粉色的灵压冲天而起 宫青在能量乱流下显得摇摇欲坠 烟幕中的人影随风舞动 乍一看似是阴气十足 戴得宫青名神戏乔纳是大惊失色 宫青玫瑰花园的美女王却是粗壮的小童 这都还不算什么 更猛烈的还在后面 有着良好素养的宫青在一旁忍不住的大笑 库鲁峰一脸平静地告诉美品味的宫青 自己有着的正是丑陋之人所无法想象的美 宫青笑得越厉害便越是正名如此 美女王从肩步到腰部的设计就仿佛花的剑影 体现出了什么才是真正的美丽 成功地展现了新颖与优雅的完美结合 而脚腕与手腕处的圆环使整个线条更加紧凑 宫青笑得是上气不接下气 端得是努力平复了很久才终于平静下来 库鲁峰这下明白了 想要让丑陋的人理解这种美丽实在是太狠 既然如此那么就还是以权会有的 敌人的速度一下子变快了好几倍 宫青心之不妙 大喝一声怒挥铁拳 宫青整个人向着劫戒助杂取 库鲁峰刚刚那一击恐怕打断了自己左手三处之多 见到敌人再次冲来他静止向地面降落而去 占据上风的库鲁峰可不打算放过宫青 宫青落地回身告诉库鲁峰 对方的变态美绝免费送自己也不会要 变态自言可是让库鲁峰很是受伤 宫青轻声唤出了腾粉却守住带颖 猛地拉至身后愉悦而起 碧绿色的刀芒傻 宫青知道再不认真恐怕只能隐恨当场 腾孔却立刻被他召唤握于手中 刀光一闪而过 精准无误地坍在了库鲁峰身上 宫青觉得战斗应该是结束了 谁知库鲁峰却只是在配合演出 宫青哪里听得这般言语 当即提刀坍去 宫青而易举地化解攻势 大力上勾拳 将宫青从地面击飞至高空 不一会儿便从宫青身前掠过 随即又是一记必杀 宫青在必杀雷电之拳下毫无还手能力 宫青飘飘地从天而降 不过想来宫青应该已经发现了 宫青花园的美女王并不只是提升了速度 力量也呈几何倍数提升 强大即是美 美丽意识强 宫青嘴角倾向 他可理解不了 库鲁峰继续说道 怀着低劣的感性活下去 是建在痛苦不过的事 那么终结宫青的痛苦 便正是在所有有形物体中 最美丽的人肩负的事 也即是夏洛特库鲁峰的使命 宫青受不了对方的胡言乱语 手中疼孔雀猛的振战 库鲁峰要宫青全身心感受下 自己的权力必杀 宫青大骂出声 这不过是普通的虚闪 深粉色的虚闪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士奔向宫青 宫青遭此一击更是雪上加霜 库鲁峰乘胜追击翔转近身 一拳将宫青击落地面 随即单手抓起宫青的依旧 宫青不敌库鲁峰被单手擒住 只见库鲁峰身后突然窜出 数道黑色骇人荆棘 库鲁峰宣布了宫青的败亡 此时庞大的荆棘 大有形成树里地的领域之姿 一片漆黑中一朵洁白的薔薇迅速地战盖 库鲁峰即将发动终结的审判 在这座被漆黑所覆盖的荆棘中 宫青将不会被任何人发现 巫毒地在白色花瓣的包裹下悄然死去 宫青问像库鲁峰 真的不会被任何人发现吗 库鲁峰当然没必要撒 幻颜之宫青生命凋零的时刻 将不会被任何人置信 灵压的衰弱也无法被人感知 宫青抬眼看向闪亮的白薔薇 不会被任何人映入眼帘可太好了 宫青身上骤增的灵力 让库鲁峰感受到危机 宫青断折的左臂随意地摆动着 他的心中做出了重要的决定 带着七彩光运的孔雀尾 在漆黑荆棘中四翼五动 他们牢牢缠绕住库鲁峰的双手双脚 库鲁峰心中亥然 琉璃色的藤蔓眨眼间 已将自己牢牢地束缚在半空 宫青妖媚地看向库鲁峰 请君细看 束缚库鲁峰的藤蔓上 似是有含苞带放的花朵 正在飞速成长 没错正是花蕾 花蕾正在绽放 幽兰的小生命 正在不断地散发出磅礴的生命面 这里面储存的可正是库鲁峰的灵压 宫青告诉对方 这些花是靠着夺取敌人的灵压而成长 想必库鲁峰峰能够听懂这意味着什么 库鲁峰质问宫青 为什么现在才把这种绝技使出 一般战斗自己绝对不会使用出这种 可是既然库鲁峰说过 在这漆黑的荆棘中外人无法发现 让即将败亡的库鲁峰见识见识 自己不想让任何人见到的琉璃色孔雀 库鲁峰眼中是美丽的花蕾 宫青知道是时候了 花开的那瞬间 就是库鲁峰的死期 忽如一夜春风来 千树万树离花开 美丽是如此孤寂 在这漆黑无比的白薔薇之行中 林赖川宫青终于进行了完全失截 琉璃色孔雀开始疯狂地 汲取夏洛特库鲁峰身上的灵芽 宫青从不觉得人是美丽的 与花蕾不同 唯有被斩碎裂毁的那一瞬间 人的身姿才与花蕾一般美丽 失去了力量来源 白薔薇荆棘迹开始缓缓消散 库鲁峰已然失去了反抗的气 在琉璃色孔雀的束缚下 瘫倒向地面 藤蔓迅速收回 库鲁峰灵力明洁的花朵 绽放得令人赞叹 宫青手捧绚丽的花朵 花袋随风飘动 宫青注视了良久随即拿到了唇边 库鲁峰有气无力地向宫青说道 这可真是卑鄙啊 居然隐藏了这样一张王牌 这应该是斩破刀的第二阶段变化 也就是所谓的万劫队 宫青告诉库鲁峰 这是一把奇怪的刀 琉璃色便是这家伙的最爱 而藤色则是他最讨厌的颜色 藤孔却是自己擅自为妻取下的绰号 因为自己的斩破刀极其讨厌这个名字 只要自己这样叫他 只愿意将师姐进行到一半 自己所在的十一番队 是护庭十三队中最强的战斗番队 这里的人都是因为仰慕耕墓墓队长才加入的 正因为这种风气的关系 从很久以前大家就有种心照不宣的默契 认定队上只应有纯攻击系的战斗 宫青不想让十一番队的任何人 看到自己的琉璃色恐惧 特别是只有斑木齐玉和耕墓队长 若非如此自己无论如何也不会完全解放 即便自己会因此被库鲁峰打败也是一样 这个男人双手轻轻爆起 口中不断地沉声大喝口 阿比拉玛气愤地看向吉良 吉良压哥不想知道这是鬼叫游戏还是战斗仪式 他可向来不喜欢像阿比拉玛这样扎扎扎 何况自己也没有任何义务 佩合对方这个消极的仪式 说到消极 阿比拉玛可不乐意 对方这副模样哪来的资格反说自己消极 随后做起了自我介绍 自己是拜勒纲陛下的从属官名叫阿比拉玛勒达 又问向对方明慧 听对方提及是顽银队长 吉良不住震颤 阿比拉玛知道眼前之人便是被是顽银抛弃之人 他嘲讽起吉良 身边跟着这种窝囊费也难怪他要抛弃 两人背向而立山雨欲来 吉良一鹤告诉阿比拉玛 那个人的名字 不准阿比拉玛随随便便在自己面前提起 与此同时反正对方同样都要松明 想必阿比拉玛也想在伤势还轻的时候就断气吧 阿比拉玛没好气的 吉良杀意净险的凝视对方 这一切都没有逃过火焚城郭内是顽银的管主 他轻易出生 东仙赶忙问向是顽银发现了什么 东仙问向是顽银是否在担心吉良 担心那被自己抛下的户下 东仙想来吉良此事会如此失忆也是在所难过